好 如果想要透过歌唱比赛来出人头地呢 这是很多爱唱歌的人他们梦寐已久的希望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参加北美洲水准最高的 华语歌唱比赛东森新人王 现在呢 东森新人王正式宣布了 要跟北京Sony合作主办今年的新人王选拔赛 要挑选出未来亚洲华语歌坛的下一个巨星 而第一场的试唱选拔呢 将会在6月1号在南加州存现的南湾购物中心 正式展开 由可爱教主之称的杨成林 近几年在戏剧 音乐等演艺事业上 可说是红遍两岸三地 不太为唱片公司创造了至少十亿的营业额 更被封为乐坛小天后 不过让华语流行歌坛眼睛为之一亮的 还有这一首 由飞玉琴和周杰伦所一起合唱的千里之外 更前所未有把不同歌唱时代和领域的天王 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风格 其实这些艺人都有一个共通点 因为他们都是Sony北京旗下的艺人 而在大型专业经纪公司的经营下 这些歌手都在职业生涯上再创新的高峰 这次Sony北京更要透过今年的东森新人王比赛 寻找未来有潜力的新人王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是 北京索尼唱片公司 已经正式加入我们今年东森新人王的协办单位 那么将来在所有参赛者当中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和Sony签约 成为正式的签约艺人 我想对很多有志于新途的年轻朋友或新秀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跟这些原本就已经出名的歌星不同的事 在台湾歌唱比赛中 勇夺冠军的中国大陆歌手胡夏 以干净的赏银和深厚的感情 获得歌迷的喜爱 我想我更有权力关心你 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情 他也正式在歌唱比赛后 才被Sony北京签下了合约 这也就是为什么重量级的经纪公司 要透过东森新人王的比赛 在美国选拔新人的原因 唱得好也许是很多人觉得是必要的 但是唱得有特色或个人有特色 才真的在目前可以在娱乐圈 能够发光发热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年新人王的主题叫做 秀出真我的风采 也就是希望每个人来参加比赛的新秀们 能够以最原始最自我最本身 真正的自我能够好好的表现 陈亮海表示 今年的东森新人王比赛 不但将从6月1日开始在洛杉矶 旧金山和纽约等地举办市场会外 也将扩大网络报名的机制 并且还会推出13集的电视转播实境秀 让新人王的比赛更精彩 更有挑战性 欢迎对歌唱有热情和表演 有天分的朋友们 一起前来一蹶高下 详细的比赛方法 请持续锁定东森新闻的报导 或加入东森新人王的脸书 ETTV Top Idol粉丝页 东森新闻王翔林彭迪 洛杉矶场报道